接下来看到台中西屯区这家暖心的面店 几年前一位经济困难的打工阿嬷 在打烊时来问说 能不能给点东西吃 隔天领了薪水再来付钱 而这番话让老板是感触良多 决定要开始提供爱心餐助人 尽管自己有三个小孩要养 这生意也受到了疫情影响掉了三成 但仍然坚持要供餐给帮助生活困苦的人 你好 35先找你 稍等一下 午餐时间到客人纷纷上门 老板娘热情招呼 小小的店面贩卖牛肉面干面水饺 还有免费的爱心餐给需要的民众 会想做爱心餐呢 最主要是因为有一次在收餐已经打烊了 然后一个阿嬷经过我的店 就问我说还有在卖吗 我说你目前休息了呢 她说她肚子很饿想吃点东西 她说可是她现在身上没钱 因为她今天还去打工要明天才会领到钱 到隔天的时候那个阿嬷真的 出现在店里说要把钱给我 她说她很开心说她领了两百多块的钱 我心里想说你领两百多块 你又给我一个六十块 其实你也身上也身不了 我说没关系阿嬷就请你吃 两年前阿嬷饥无助的模样 还深深烙印在脑海里头 让老板联想到社会上或许还有很多像这样三餐不济 需要被关怀的人 于是夫妻两从今年七月开始每天提供二十份的爱心餐 但疫情之下面殿的生意也掉了三成 夫妻两还有三个小孩要养 这也让老板娘一度很犹豫爱心餐还要不要继续做下去 亲朋好友的鼓励 加上孩子也曾经受过帮助 让他们下定决心用现有的能力帮助困苦民众 热乎乎的爱心特餐装满了夫妻两的爱心 不但暖胃更温暖了客人的心